今天可能想知道要來開箱的是JC188的藍牙音箱 或者是藍牙喇叭 影片開始前記得按下訂閱按鈕那開始囉 這個是等一下開完箱之後就會按照慣例 把它送出去 因為我比較少買這種藍牙音箱的東西啦 我們就是等一下就是測試一下它的音質 雖然說現在時間有點晚 看一下它的連接的方便度 我們先看一下外包裝啦 它說筆電啊還有手機跟平板以及電腦都可以使用 你的電腦如果可以連接藍牙設備的話 那就可以直接這樣子做成電腦腦吧 那可以使用就是說我看一下 它裡面的包裝就是一個USB的線 還有一個是音源線 就直接手機連接試試看 然後就會進行如何獲得遊戲規則 基本上參加過前幾支的 都應該知道大概怎麼玩啦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主介面有四個按鈕 它的材質呢摸起來是蠻舒服的 不會說有刮手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它下面有四個角座 可以讓你坐著 你也可以用站著的直立的方式 去播放你的音樂 這裡呢是有一個充電的 然後還有讀卡機 以及USB的接口 跟音源線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 誒不知道有沒有電 好有電 首先呢我們就是要來連接啦 現在閃著燈 我已經連接上去了 所以照理來說它就可以播音樂了 就是稍微播個音樂 的聲音 解開了故事的秘密 剛剛我們都已經試聽完畢了 試聽一些新歌 演一些老歌 接下來直接進行到三個優惠的 第一個優點跟三個缺點 第一個優點是它非常的輕 第二個是它的連接方式也是蠻簡單的 就是藍牙連接上去就 誒OK了 第三個呢 就算你不用的時候 你擺在那邊 它的外型是OK的 接下來是缺點 缺點就是 第一個缺點呢 是以這個長度啊 它的音質相當普通 普通到說 誒我覺得它有點小聲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我的手機的音量 放到最大聲了 但是它還是有點小聲 是很吵雜的場景的話 那你可能聲音就聽不太到了 可能是比較適合擺在客廳啊 或者是你的電腦桌前面 就是當電腦喇叭 這樣子可能會比較合適 剛剛以為說它的共鳴 就是說中間是低音部分 那左右兩邊是高音的 但是其實它就只有這一塊吧 那其他兩塊都是空的 它就是一個做一個造型 以這個聲音的大小度來說 我是覺得有點缺點 那接下來就是它的按鍵 這裡有一個減號 這裡有個加號啊 所以我是剛是以正常人的邏輯來想 應該是大小聲吧 結果不是 它是上一手下一手 所以 我就 有點搞不懂啦 那如果說是上一手下一手的話 按鍵感覺有點 讓人家誤會啊 那 所以可能要設計的更 更 更簡單一點 可以用到的是 就是只有左邊這一顆 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功能 一個藍牙音箱 就是比你的手機大聲一點 但是音質的部分呢 我不敢確定 我可以直接用 用我手機直接外放 然後再用那個藍牙連接 大家可以自行判斷 那不分代碟 .. 事由比較大聲 但是我怎麼感覺 聲音變得比較好 反正缺點就是這 如果說想得到然後先 接着看我们的游戏规则 那希望大家能多参加 好不好 那你接下来好几周 都是会持续的送一些东西啊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订阅 多留言多分享 如何抽奖呢? 第一点 首先最重要的是 你要先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并且帮这部影片按赞 第二点 追踪我的IG跟脸书 网址我会放在资讯栏 第三点 分享这影片 IG或Facebook都可以 第四点 影片发布后在底下留言 hashtag感谢梦想数位 看你要留在YT或者IG都可以 你开心就好 第五点 何时抽奖呢? 此部影片发布后 订阅人数多30 举番3030 变3060 那天晚上就直接在IG公布抽奖结果 所以记得追踪我的IG跟脸书 那YouTube频道也要记得订阅 对了 一个ID 限定一次机会 公布后有24小时可以私讯我取得奖品 如果时间到没有领奖就再抽下一个 所以记得随时观察现实动态 就这样 今天的这部影片呢 差不多就到这啦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喔 拜拜